最近咱们四川一个显眼包 罢评央视新闻联播了 四川2023年度热词 必须盘踏 翠云郎 来 讨考你 翠云郎的古百有多少株 平均树林有多大 最高 最老的是哪一株 这组关于翠云郎的数据 你可要听好了 这里拥有目前全世界保存最完好 里程最长 数量最多的人工古百林 仅间隔断就有数道古百 7778株 平均树林1050年 最高树林2300年 是名副其实的数道器官森林活化石 总书记如同我们 要把数道的调查年忧 或保护工作 持续地进行下去 保护与传承 在翠云郎可以找到最好的株结 这一株是帅大白 它也是翠云郎大百株弯中 最大的一颗 胸径达2.4米 需要5个人才能将它隔抱住 再看看剑格百 粗壮品牌 球之凌空 它在全球仅此一株 它们能从一株株小小的树苗 成长为今日的参天古百 除自然条件外 人类的保护是更重要的原因 扫一扫古百上的二维码 它们都有自己的档案户口 有专人管理 更有单独的科学防护方案 以及救治措施 这株古百正在进行的就是白蚁防治 刚刚杀虫完毕 而像这一系列保护措施 就是我们常说的 一树一荡 一树一人 一树一侧 细看每一株古百树上的纹路 是岁月 是年轮 更是记忆 我们现在正在编制 翠南古百保护的时间规划 我们要摸起家底 制定保护方案 包括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 古百的个体的保护措施 以及我们科技提升的建设项目 让我们的翠南古百世代相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